大家好,我是小美鸭 今天呢,我就是过来谈一下快递 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我 那个特产什么时候卖 然后电商什么时候做 现在呢,我已经在准备当中了 我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快递的一个总部 我今天就来谈一下 然后很多想做电商的朋友 不知道怎么谈快递的 可以看我这期视频 把我的问题你们自己记住 等你们自己去谈快递的时候呢 像我一样问那些快递员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继续开始跟他们沟通 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因为前期的话肯定单不是很多嘛 今天先谈中通快递吧 到时候再去圆通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们的总部 你好,这是你们那个快递吗 你现在谈价格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要做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刚刚做自媒体嘛 到时候我是做直播带货的 直播带货肯定前段时间肯定不会很多 我后面应该就会慢慢过来 所以你们能给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然后后面 因为我之前是在那个义屋那边做电商的 所以我想知道你们这个什么 一区啊二区啊三区啊 在我们贵州的话 那个一区是在哪里 可能说义屋跟这边有区别 对有区别 对不对 价格上一定也有区 再到再偏远的话 下一期不要不得了 刚才简单的跟他们交谈了一下 我们这边发快递的话 跟义屋那边还是不能比 还是会贵很多 现在呢我们再换一个快递谈 刚才谈的是中通 现在去谈那个原通 我们问问题的话 主要就是问什么地方 多少钱 然后几公斤以内怎么算 去中多少钱 骗地区怎么算 就基本就是问这个问题 还有问他 充单号怎么充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说 比如说三块钱一个单号 或者四块钱一个单号 一充就一千个 就相当于我们一下子 就要拿好几千块钱来充单号 所以开始的话 要把这些问题都问清楚 再决定要不要用他们家的快递 还要多问几家 所以现在呢 我就要去问一下那个原通 现在来谈这个原通 我不知道我一开始谈 人家会不会那个啥 会不会拒绝我 但是他们门好像是关了 锁门了 我跟你们讲 就是我们刚做电商谈快递 不要怂 一定要问 知道吧 就是要谈就谈个 直接去跟快递公司对接 不要去那种 平时我们发快递那些地方去 那些地方很贵的 所以我现在就直接谈快递公司走步 你们看我后面 这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走步 一个大房子 现在我要去谈原通 刚才那个门是关的 哎你好 你们这里可以发快递吗 收快递 就你们负责人是哪一个呀 在哪里 我看那边门是关的 放公室是吗 我去看一下 好了 这个是原通的老板 我现在已经聊好了 好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走了 就这样就好了 到时候就微信公通就好了 这个原通老板还是蛮和气的 嗯 就刚才那个中通老板就是 有一点凶 会觉得我单子不少 会觉得单子很少 有一点点 反正我觉得这个老板挺好的 所以在考虑当中 他们的价格有一点点小差距 不过我觉得这样合作方面 你应该要找一个觉得比较靠谱的 看着比较舒服的 今天呢就是谈了两个快递 然后还有邮政没有谈 就今天先比较晚了 所以呢 看一下明天去谈一下 还有因为我现在在贵州老家嘛 我之前的营业执照是浙江那边的 明天去看一下营业执照能不能办下来 还有一些特产 看一下能不能跟当地的一些商户合作 因为卖特产的话肯定要品类比较多嘛 所以今天呢就先录到这里吧 收获也算可以 基本就是把快递这个事情大部分理顺了嘛 还有后面的话就是问快递的 怎么问快递的一些问题啊 我就会在我的片尾打字出来给大家 以后大家如果去谈快递的话 可以把我这几个稍微重要的问题 跟快递问一下 然后再考虑一下会选用哪几个快递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